瑞翠乡公所在观光局华东纵管处支持协助之下 去年度全面重新规划瑞翔泡脚温泉公园 乡公所同步进行的温泉井的开挖作业 在地下250公尺处挖到温泉水 温度达到47度 厢长陈金光表示 如果没有问题 期盼可以在年底就开始取用 2021年瑞翠乡公所顺利取得温泉取公失业水泉后 今年年初开始全面展开挖井工程 10月底左右开挖到地底250公尺深处 成功挖到了温泉水 平均水温高达47度 相公所振奋 那目前已经达到250公尺的正负10 大概250公尺 那现在目前水的温度 目前测到的是47度 已经有符合泡脚的规格 它的温度 有了自己的温泉水源 后续整个瑞翔温泉公园内大小泡脚池的供水稳定无余 相公所表示目前整个工程进度已经达到90% 若没有问题 期盼能在年底开始取用 而至于未来经营管理 乡长陈金光表示 相公所早已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遵行 相公所非常乐观其成 那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管理办法的一个订定 那希望有符合规定的 当然除了在地以外 如果在地没有能量 我想我们也会跟其他符合规定的团体 来做一个合约 希望用合约的方式来维持它好的品质 跟一些未来在作业上 管理上有一个很明确的规范 我想这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不论是温泉水源还是经营管理办法 瑞士乡公所都已万事具备 就等观光局花龙重管处完成 优化温泉公园设施设备工程 乡长陈金光有信心 今年年底前全面启用对外开放 成为瑞士乡今年冬天泡汤季 新兴的温泉泡酒有期景点 记者石玉兰瑞士采访报道 金刚难以瑞士与 治草 很久 少 少 杨